好 即将进入一个月的俄乌战事 这个里面除了武赫之外 还有文攻 还有间谍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所发动的攻势里面 现在在民间开始搜集情资 靠近乌克兰还有波兰边界的大臣叫利沃夫 那么这里草木皆兵 因为乌克兰总统特别警告 俄军开始渗透这个地方 到处探听乌军的情报 助名提高警觉 以往只有警察能够要求可疑人士出入文件 现在一般的小市民 只要看到不熟悉的陌生人 都会聚众起来把这个人扭送警局 但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俄罗斯除了打谍爆战之外 并且动用媒体渲染 声称乌军轰炸盾内刺客 甚至指出有情报显示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打算对于他们轰炸的利沃夫里面的美国设施 还有外国使馆发动攻击 完全是谍对谍之战 列印文件忙碌的手从没停过 乌克兰西部大臣利沃夫的政府办公室 从俄罗斯入侵开始 就全体动员帮助难民出境逃到波兰 但这里竟然出现不速之客 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到处拍照摄影 警方立刻赶到 要求他出示证件进行盘查 确定他与俄罗斯无关后 才将人释放 李沃夫街头看似平静 但私底下其实人心浮动 担心俄罗斯的眼线就在身边 从乌克兰总统发出警告后 人们更加担心俄罗斯破坏者早已渗透 原本只有警方才能盘查可疑人士 但战争期间草木皆兵 虽然截至目前为止 李沃夫还没有任何人涉嫌搞破坏 或是搜集情资遭到起诉 但当地居民表示 只要看到行机诡异的人 绝对不会放过 不只在利沃夫 尼古拉耶夫进入宵禁后 晚间违反规定的人 也会被详细盘查 而在基辅的人道走廊 连逃命的难民都要出示证件 苦称至今的乌克兰铁路公司 更全力查起列车上的可疑人士 他们相信俄罗斯已经派人勘查 锁定列车位置 准备发动空袭 近期才在哈尔科夫逮住这名男子 但要从外表上分辨谁是俄罗斯人 并不容易 人种相同 加上乌克兰境内 本来就有很多讲俄文的民众 但居民认为战争期间 本来就要提高警觉 人民和警方互相帮助 就能避免自己居住的城市沦陷 而在俄罗斯这一头 20号国营电视台播放画面 声称乌克兰东部的盾内刺客 人民共和国持续遭到乌军空袭 民宅被炸成碎片 画面显示这里的士兵正奋勇回击守卫僵 此外 以特别军事行动为名 俄罗斯在乌克兰从武力破坏 到渗透民间收集情报 入侵攻势铺天盖地 TVBS新闻综合报道